这份普通的煎蛋居然敢卖五百块 女人调侃这肯定是金子做的 男人尝了一口果然发现这煎蛋不一般 因为这煎蛋里不仅有芒果百香果和冻椰汁 甚至后头还有一丝洋酒的味道 没想到第二道菜上来两人却愣住了 因为服务员端上来的是一个盆栽 就当两人疑惑不解之时 店长急忙解释这是店里的特色生长沙拉 说完就将开水浇在了上面 只见下一秒盆里的植物居然慢慢长出来了 看着两人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店长直接嘲笑他们肯定第一次来西餐厅 天赐一听瞬间不乐意 直接端着盆栽找到了主厨 我吃到吃饭的 不是来看你变魔术的 紧接着他就向厨房主厨发起了挑战 只见天赐先是将大葱切成小段 接着一把将其丢入八分热的油锅中煎炸 随即将上等和牛肉切成小块 眼睛时不时地盯着油锅里的大葱 因为大葱如果炸的时间太久 就会失去原本的香味 随后他将大葱放在铁板上来回翻炒 紧接着加入少许香油添香 然后将切好的和牛放在上面不停翻炒 出锅前再添加0.5克食用盐 翻炒一分钟后 一锅家常版的葱爆牛肉就制作完成 看着目瞪口呆的众人主厨却轻蔑一笑 因为在他眼里这些都是雕虫小技 只见他拿起喷枪就对着和牛一阵烤 烤成八成熟时将其切成块状 接着将牛肉放在摆盘中盖上盖子 随即点燃火柴 让牛肉在苹果木上熏上半小时 这样的话牛肉即会保持本质上的柔嫩 天赐闻过对方做完的牛肉后 话也不说的就转身离开了这里 谁知就当主厨尝完刚才天赐做的牛肉后 却被震惊了 原来对方也有两把刷子 殊不知一场食神之间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这个男人轻轻在三文鱼上划上一刀 鱼肉瞬间就能骨肉分离 接着在鱼肉上这么一摸便能判断出鱼刺的位置 拿出镊子就能一根根的将鱼刺拔出来 这神乎其微的操作让路人叹为观止 但对手天赐却认为这些都是雕虫小技 只见他先是用刀在鱼肉上走一遍 了解鱼肉的纹路 接着拿起菜刀就疯狂地改刀 没多久的功夫一条鱼就被他改完 随后他竟直接捏住鱼纹 瞬间就将整条鱼鱼皮分离 甚至每一块鱼肉都被切成了相同大小 路人见到后急忙拍手叫卷 意识到天赐的厨艺也不一般厚 保罗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因为他打心眼里就看不起中餐厅 他的身份是法国米其林三星大厨 每天服务于各界的名媛大佬 而天赐则是一个七级餐厅的大厨 但他店里的客人却从早排到晚 因为他的厨艺的确不错 生意才会源源不断 之所以刚才两人在大街上比试刀工 就是因为保罗在他家餐厅对面 开了一家米其林餐厅 为了教训对方一顿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内疑 但通过这次刀工的比试 两人并没有分出圣子 这天两个餐厅的大厨来到菜市场进火 他们又差一点因为一条鱼打了起来 只见随着鱼被老板捞上来 两人竟直接进入了幻境较量了起来 眼看着双方就要打起来 吓得老板赶紧将鱼劈成两半 卖给他们才读止了悲剧发生 但殊不知两人的对决并没有结束 因为不久后就会举办一个世界厨艺大赛 只要谁获得了冠军 谁才是最强王者 这个男人拿出大白鸭 就将其骨肉分离 接着将做好的汤汁灌入其中 使其变得愈加丰硕饱满 随后拿出荷叶将其包裹 放入炒好的粗盐中五半小时 这样一道肥而不腻的叫花鸭便制作完成 这样做出来的鸭子不仅包裹了荷叶的香气 甚至用刀子一滑浓郁的汤汁就能慢慢滑出 尝上一口瞬间就能让人拍手叫嘴 虽然天赐的叫花鸭味道一绝 但对手保罗的厨艺也不一般 只见他先是将鹅干切成小块 接着用焦糖包裹 底下放上菠萝薄片 然后拿出火腔一顿烤 再来一勺草莓味冰淇淋 最后将一块面包片放上去 这样做出来的鹅干不仅摆盘好看 而且味道一举 经过评委判定两道菜的味道不分上下 最后无奈之下判定以摆盘精美的鹅干为冠军 虽然这次保罗获得了冠军 但他不久后却发现 他这次获得冠军是因为老板收满了评委 这件事情让保罗体会到了作弊的感觉 独自一人来到了外面喝闷酒 就在这时天赐走了过来 经过保罗的一阵叙述 他们也开始冰势前嫌 为了获得真正的成功 两人决定强强联手组建一个团队 打败所有厨神将中餐做大作强做到全世界 事后天赐通过保罗的冠军名额和他组队进入了总决赛 随着比赛的开始 各国大厨不是在做鲍鱼就是在做寿司 唯独他们两人却在磨豆腐 因为他们在做一道四川名菜麻婆豆腐 虽然事后他们做的麻婆豆腐看似很普通 但最后评委却给了他们冠军 因为他们做的麻婆豆腐可不是一般的麻婆豆腐 他们先是将豆瓣酱香入豆腐 将牛肉和姜汁做出一个大圆球 只要咬上一口瞬间爆浆而来 那味道简直就一个自美 更让人称口叫绝的是麻婆豆腐里的麻 他们选自正宗的四川花椒 做成了真真正正地道的麻婆豆腐 故事的最后 两人不再是敌人而是成为了好朋友 共同经营起了七季餐馆 将中餐和西餐完美融合 做成了国内国外顾客喜爱的地道餐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只要功夫深铁楚都能磨成真 永远不要羡慕别人的成功 请活出自己的精彩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